从创业者的视角来看深圳的40年发展 也从创业者故事来感受深圳的创新魅力 今天我们来走进第27个创业者的故事 刚刚我只是临时抱火脚学了这么一小段 但是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在敲击的一个过程中 我感觉到非常的愉悦和开心 这就是音乐凌驾于语言之上的力量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创业者 他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种非洲谷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并把它当成是一项事业来做 并希望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80年代创业者梁兆琦从英国毕业后 来到香港担任中学校长一职 当时他的学生主要来自经济困难的家庭 在学校中并不活跃 为了鼓舞学生他试过了许多方法 直到有一次 他的一位非洲朋友到学校来表演了一段非洲谷 简单的鼓声与节奏竟能给人带来巨大的快乐 这让主修计算机工程和企业培训的梁兆琦意识到 可以将非洲谷当成一项事业来做 于是他开始了非洲谷的系统学习 并于2004年和2017年分别在香港和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目前在深圳先从社区培训开始 业务正稳步发展 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非洲谷发展去更大的更远的地方 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非洲谷真是带给我们很开心很有屋力 这个很棒的中剧 虽然没有去过非洲 不过梁兆琦从身边的众多非洲朋友中 接触到了非洲谷的魅力 他说 接下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去非洲看看 借助深圳改革开放的环境 这个愿望应该很快就会达成 未来他还将继续坚持通过谷声 为国内外的人文交流尽绵薄之力 刚刚好就是改革开放就是一带一路 就是从中国去非洲 就是我们这本两个地方的文化教堂 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 所以我想就是把我们这个这么好的工具 能够发展出去 创财经记者报道